好 接下来看为了发扬家庭观念 特别结合中国还有法国电影圈 合力打造出亲情的电影夜音 11月6号起将在美国上映了 尤其这个故事内容就是讲述 有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 如何以电影为线索 踏上修补亲情之路 一个像小鸟一样可爱的小女孩 从小在大都市里过着优渥的生活 父母的骄纵让她变得任性蛮横 却被迫和不慎熟悉的爷爷 踏上返乡的旅程 一路上曲折让她不断地蜕变成长 就像小鸟离开了笼子学会独立 农农的心情最终打破了祖孙间的隔阂 也打动Worldwide Motion公司 决定让夜音在美国播出 我们在寻找一些东西 要距离所有区域 在我们的商业里 我们叫它距离观众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能力 它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成为一个世代的 它距离所有世代的 有法国导演菲利普指导的电影夜音 尝试不靠大手笔营造的电脑特效 反而是透过层层叠叠的碧绿农田 连绵的山脉等许多壮丽的自然风光 来细细衬托出一段又一段 温暖人心的亲情场景 Worldwide Motion公司这次引进 也是希望能够为过度重视商业与特效的好莱坞大片 重新注入一股清流 这部感人至深的华语电影 11月6日星期五起将会同步在美国7个城市的13家影院上映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官网查询更多信息 并且把握机会用票房支持华语电影走向国际 东森新闻未宽 唐梦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